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 与中美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怎么发展 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这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拿中国说事 把中国当假想敌 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不断提升自我 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谁也不能剥夺中国人民享有的正当发展权利 中方之旅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将继续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心态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停止推进有关议案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双方重要领域合作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的海域 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涉江涉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日澳两国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对中国进行恶意的抹黑攻击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日澳两国 恪守尊重别国主权 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 七国集团和有关国家 作为发达国家 率先享受全球化发展的红利 应当为推动国际抗议合作 世界经济复苏 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多做实事 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 制造矛盾和分歧 干扰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抗议合作大局 美国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美国只能代表美国自己 关于你提到他说到 给中国制造最多麻烦的国家 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自己 这一言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过去几年美国奉行错误的对华认知 对中国进行疯狂的遏制打压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利益 针对美方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 中方不得不做出正当必要的回应 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当前美国政府应该做的 是切实反省自己 纠正错误 而不是污蔑中方 或者为美国上届政府 涉华错误政策进行辩论 我要重申的是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将坚持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更加坚定有力的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力 希望美方顺应时代潮流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 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 停止渲染炒作 中国威胁 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合作 和两国关系改善的事 而不是相反 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那么我要说的是呢 中家之间开展一些 科研合作是很正常的事 不应当被政治化 这些日益偏离 溯源研究宗旨的政治化做法 既严重冲击了 美国自身的抗议行动 使美国民众付出了沉痛代价 也对国际抗议合作 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政治操怒 承担应尽的责任 让溯源回归科学的层面 尽快就德特里克堡及 美国在全球设立的 二百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真相 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我们也希望 有关方面抵制任何将 溯源政治化的行为 为国际抗议合作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国与国之间以各种形式 开展人员互访交流的做法 在国际关系实践当中 普遍存在 中日互为重要的禁令 两国人员往来十分密切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 近半个世纪里 双方由政府支持推动的人员交流 不声枚举 为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你提到的 商业合作的具体情况 我不了解 我们希望呢 印度有关方面 客观公正地看待 两国之间的正常合作 避免的政治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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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量的